从汉汉大学生转变成高知感美女 高强这个眼镜状真的太适合面试工作 出入职场的姐妹了 让人信任感up up 分钟拿下约入几万的offer 任何一个你觉得自己吐气 笨笨汉汉 高颧骨的姐妹 照着她这个变美思路超 都能面中变平变立体 脸周崎岖变流畅 都有这种普通人地板的底子 装嘛距离还算比较近 所以底妆的质感一定不能差 先上个妆前 加上需要上蛮多彩妆 去优化我自己本身的原生轮廓 所以我对底妆要求 就是一定要贴要平滑 打到底呢 就来我们今天的重点 一调整脸型 视觉窄脸 窄脸它就会很有高质感 还在一些年少 高全国的领形脸 认真听这一期精品课 外圆内窄的椭圆形 用阴影找到你想要窄脸的那个位置 点上去 这个地方开始是重手 然后再往后的前面融合一下 这样子脸周是流畅饱满的 但是呢 又能让你的脸视觉窄了起来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重手了 你就用本底的这一面盖一下就好了 这样子转过头 也不会奇怪 安姐后期变好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她的面部平整度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面部平整不只是肋沟 法令纹 整个内门阔里面的阴影都得提起来 上高全国的话 你们就着重把全骨下面的那一块阴影提亮 上提拉的三角形 不要超过自己刚刚做的那个阴影线 下巴后所有的姐妹 下巴不要忘掉 浅浅的遮个侠 看一下两边的对比 然后把妆给定了 第二点 南姐的高质感 还来源于她很立体的面妆 让五官变得更巨龙 高眉宫高鼻子 关键点就在于这个眉眼三角 立体深邃的人 他们的眉眼 责任的是一个三角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C字弧度 给人的感觉 就会是这样子 把我们的鼻子顶起来 眼球上面往眉头的地方 一定要画到眉头外面 再把它连到我们的眼头 广化重手一点 把它打深了 这边也是一样 中间空出一点点 不要都打上阴影 之后再从眉头连到眼尾 再从眼尾勾到眉毛 把整一个眼眶轮廓画出来 看这样子是不是顶起来了 之后这点正常的话 鼻子糊涂就行 鼻小柱全部打掉 鼻翼下面 鼻子可以看起来短一点 翘一点 鼻头鼻翼分界的明显一点 如果你喜欢这种立体感的话 可以把这条鼻影线用这种 比较接近轮廓色的棕色 强调一下 晕染 这样就会更精致一点 因为像它们都是一整块都有阴影 只是有一些窥都比较浅 鼻影线比较深的影 周雅光高光 提亮整个眉毛上面 画一个大横线 鼻头眉毛下面一点点 这个有点忘记晕开了 不用担心会重手 因为我们会戴眼镜 就会给我们蒙了一层眼 这个轮廓就跟你天生的一样 说到眼镜 咱们就来说第三个重点 像我们以前都只做中一个正面 去幽化轮廓嘛 但是眼镜它就可以平滑我们侧脸的幅度 像如果我们顺骨比较高的话 眼镜它就可以在侧面给我们补到一个平面的状态 让线条更流畅 这种的话 平面镜和眼光镜比较适合 近视眼的话 它会把里面这一块凹得更明显嘛 你们就去选那种比较有存在感的镜框 这样子会好一点 然后就来教你们戴眼镜怎么化妆 可以更好看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我们的眉毛要在镜框外面 不然没了眉毛去确定比例 就会太可爱了 不够郁节 因为这个镜框是比较直的 所以我们的眉毛也画的比较直一点 安静的眉峰还挺明显的 把它画淺一点 这样子有点像暖暖暖的 眉眉收尖 不用太调 眼影直接打一个橘中色调 让它稍微有点颜色 不重要哈 眼线用胶比平了就行 打眼睛画长 不要画得太调 太凌厉了 刀锋刷沾一个深色 还一条平一点的下质 让你上面的直线条多一点点 再把破产加深 窄窄的就行 睫毛不是很明显 就用自己的睫毛就可以了 我不太推荐大家开演讲 因为面试嘛 你会有很多眼神交流的地方 眼妆越简单越好 腮红呢 这种低保护的 连接镜框 那条线的那一块 打一点到阴影线呢 口红选一个戴棕调的 比较沉稳 你要是想缩懂人中 不要用口红 用你的鼻影去拉 没戴眼镜是这样的 戴上